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巴黎奧運 他就說來訊說 貓王可以一起去 巴黎奧運表演 我就覺得好像詐騙的 原來除了體育賽事 法國也很強調 運動串連藝術 這是台灣第一次 在文化奧運亮相 光在DJ這塊 就找來四組表演者 像我可能比較著重的是 台灣的Disco 可能廟會文化 我希望可以把 獨立搖滾樂結合Disco 因為法國人 其實真的超級喜歡Disco的 會很想要remix 像五百的歌 或者是張惠妹 可能蔡依林 從事DJ工作15年 不只沈到倫敦放歌 更成受邀總統府的記者之夜 這回忙歌單編排 人生清單也巧巧多打了個勾 我知道自己放的音樂 是很小眾的音樂 把這塊小眾 可能從50人 100人 然後慢慢變到 我覺得兩三百人 也很希望可以跟阿炮聊到天 就是如果大家一起去的話 會有一種革命情感 曾經在金曲三一 抱回年度專輯獎的 阿炮 搖擁歌聲震撼全場 DJ 姚姚也在IG出發心情 說這秘密任務 至今仍難以相信 還有 我的存在是一雞 我自己藏著 在美國 盧保羅變裝獸 拿下總冠軍的變裝皇后 妮菲亞也在這次受邀名單 寶島之美屆時將在 國際間閃耀 訂閱訊欣賞唱片 TOPTA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